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 如何达到不思善 不思恶的境界呢 师父 不思善不思恶 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就是告诉你 做好事 你也不要去想 做坏事 你不要去想 好事出来就是好事 你是一个好人 你做出来一定是好事 对不对啊 你不思恶的话 你当然不应该要 种善奉行 你做恶不做呀 对不对啊 那你当然应该不思恶了 那么你不思善 为什么还要不思善 因为你好人的话 你没有必要去做些好事 就跟大家说 我在做好事了 有必要吧 好了 没有必要 那不是境界高了吗 有的人就喜欢讲 你看我又为你了 你看我又为帮你了 你说哪一个境界高了 嗯 是是是 那其实不思善不思恶 就是无我是这样吗 师父 对啊 无我只是 可是无我 就是这个境界更高了呀 就是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你没有自我了 那你怎么会有 我在做好事 我在做恶事 都没有了呀 嗯 那师父 那护法神对这个善恶呢 师父您讲一讲 不思善不思恶 我师父 护法神 护法神你恶 他就惩罚呀 你善的他就表扬啊 他就鼓励 因为护法神 他把你当人的呀 你是在人间的人的 因为你今天还做恶呀 你就是人呐 嗯 你今天还在 你今天说 哎呦我要做好事 那你还在失善 你不就是一个人吗 你不是菩萨呀 你比方说 你们跪在菩萨面前 观世音菩萨 我一定要做好事 我一定要做好人 要讲的 天上的菩萨 还要说我要做好人呢 那本来就是好的菩萨呀 对不对呀 嗯 你不是好人 你成不了菩萨 对了 就这个意思 嗯 明白了吗 好 谢谢 明白了 谢谢师父了 此别开始